节目回来再次欢迎资深资产规划 顾问王玲玥女士来到节目当中 玲玥姐你好 其实每次你来我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因为我们好多的资讯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公安就是关于美国保单 对于外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福利 我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吸引 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是甚至外国人来这边买 买美国的保单 但是我相信我个人就会有这样的疑虑 到底说是什么样子的人可以买 那他像我们知道买美国的这个保单 我们如果说得到这个理赔的话 是不需要付税的 那外国人也同样是可以享用这样子的福利吗 是的 在美国政府是非常鼓励外国人来投资美国的无形资产 保单是无形资产 他们非常鼓励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美国人有人寿保险的保单 如果你没有做特别的一个配套措施的话 那你是不需要打所得税 可是那是算入遗产税的 可是外国人来买的话呢 他又没有所得税 未来也不会有遗产税的顾虑 那么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差别很大 那优惠更多了 对 优惠更多 OK 那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大家会希望能够来美国 做一个投资 好不及地来买 来买 然后其实这是一个 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项投资 对不对 那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呢 来买这个保单的话 以外国人来说 是 就是他们要到美国的领土 来填这个申请表格 美国领土 不管他们可以去夏威夷 他们也可以去关岛 只要是在美国领土填这个表格 然后完成一个体检 他们就可以申请美国的保单 那当然保险公司 有一些有做外国人 有些没有做外国人 并不是说所有保险公司 都有做外国人这块市场 要看他熟悉不熟悉 所以我代理的一些 大概有五六家公司 都可以做外国人的 那您个人 有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case 就是说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有一些中国人 他们来这边旅游 就顺便来把这个保单给定下来了 有这样子的case吗 有的有的 来旅游或是来生孩子都有的 对我最近就有一个客户 他是在这边 他来这边 他生了一个美国baby 但同时他就买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大额保单 只要300万以上 我们都叫大额保单 300万500万以上 那么带回去中国 他也经过很仔细地比较 当然美国也有好多种保险产品 你可以比较 之后跟中国产品比较 他很仔细地最后选择了一个 非常适合他的 也是最新型的 那有没有任何的保单 是不能让外国人购买的呢 只要这个产品 它是可以卖给外国人的 那么它体检可以过 那么就OK 它就应该就会批 所以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就是看你个人的需求而已 就是跟 本意是跟住在美国的居民室 其实是完全没有差别的 对 哇 这么好 是 那难怪我现在可以了解了 政府鼓励嘛 是是 那但是还是会有人 比较担心的问题是 因为毕竟他们买了保单之后 他们人就会回国了 那会不会在于这个理赔上面 万一说人真的有一天要到这个 要办这个理赔手续的时候 会不会比较繁琐呢 其实是一样的 非常简单的 但人要不要亲自过来呢 他不一定是要亲自过来 他只要提供那个死亡证明书 当然他是中文的 可能他要去公证一下 这死亡证明书 他的受益人 提供他本身的passport 或是身份证明 然后打这个保险公司的电话 你看现在这个时代 连电话公司 或者是各种政府的agency 你打去 他就说你是讲什么语言的 他其实都有人来帮你翻译 所以绝对不会遇到说我不懂英文 那到时候该怎么办 不会遇到这个情况 不过我觉得 我像很多 如果说你不是住在美国本地的这些客户 如果说有一个保险经纪能够 帮他们做这方面的规划 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 因为万一 当然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还要再去处理这些比较繁琐的 对不对 因为总是会担心说 那我这样子要需要什么样子的文件 因为毕竟可能是很大的一笔钱 然后那这样子转手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我相信如果说有人在这里 专门来帮你做这些安排的话 你真的会比较安心一点 其实最主要就是在当初在买保单的时候 要能够很了解 就是说你买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对 必须要 其实理财顾问应该就是把整个合约 不要说一个字对一个字 可是整个合约每一页上讲的什么内容 其实都要go over 都要讲 都要解释的 是 所以如果说你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想要做这样子的投资 或者说你有亲人在国外 然后觉得说 就像你刚刚这样两相比较之后 发现美国保单对自己的家庭 受惠更多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原来在美国买保单 不是只有本国人的权利而已 不过如果说能够真的找到一个 能够信任的这个理财顾问 然后帮你做好好的安排 我相信即使你住在别的国家 也能够非常的安心 尤其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会有人帮你处理 非常谢谢林月杰 谢谢您 再次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感谢观看